哈囉 美女朋友大家好 那波冰達的夥伴們大家好 我是美人 你現在講話是在一個有氣無力的狀態是不是 就是可能跟大家在廣告上看到的我差蠻多的 就是兩個人 雖然其實事隔沒有大概20天左右 這麼短 這個是上個月拍的 你怎麼做到的 就是小小的意志力 是為了戲的準備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剛接洽到波冰達代言的時候 很開心很興奮 可是當他們告訴我說 可能在八月的時候 我們才要八月多的時候 才要執行 公布這件事情 但是我已經知道我要接下來的工作 所以其實心裡很緊張 因為我想說 這樣我該怎麼辦啊 我有沒有時間 你會看起來好像沒有在吃東西是不是 就是那沒有 Foodpanda上面有很多很適合拿來瘦身減重的健康餐飲 對不對 就是只是會有一點 就有點掙扎 就是當你點開Foodpanda的時候 那它都會跳出非常 就是他們總是會把食物拍得很漂亮 而且重點是每個都非常的可口 然後每次一打開就是炸雞 披薩會在首頁 對 然後繽紛的食物 但其實最近我比較客奈一點 我只能點一些 可能就是要去找素食 然後或是燙青菜之類的東西 好可憐喔 怎麼會這樣啊 你現在是不是蠻想哭的 沒關係 再給我兩個月 我就可以再馬上 就可以打開Foodpanda 任性點了 現在就只能保守的點菜而已 對不對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就成為這個代言人的感覺 除了想到你之後要為自己瘦身 那你真的 平常你有在用Foodpanda對不對 那你接到可以當台灣的第一位年度代言人 心情是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時候其實我也很好奇 他們找我 他們都說 你們確定嗎 真的是我嗎 你知道你人氣超旺的耶 我連去公關公司開會 他們都說 就是Foodpanda 還有公關公司的所有女孩們 結果全部都說 吳康仁 全部的少女心噴發 但你現在先不要看臉 可能會好一點 我覺得他現在還是帥啊 就是另外一個風格的 就是 另外一個產業的帥啊 配合度很高的 配合度很高 對 所以你接到很不可思議 覺得其實心裡是 就是有點俗氣 叫做爽 對 那是覺得如果說 那個時候其實在開會 比如說討論劇本 那他們有很 Foodpanda這一次有他們想要使用的 就是韌性點 超韌性啊 你在廣告裡 其實在表演上 其實我也蠻忐忑的 因為我也沒有在 通常廣告會希望是否 廠商要拍得美啊 拍得帥 那這一次他 一開始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說你可以多韌性就多韌性 然後我想說真的嗎 真的嗎 然後在拍攝的時候 我記得在Foodpanda 很有國外的長官來 然後因為是外國人 所以他們希望我的表演 拍攝現場嗎 對對對 他們希望我的表演 非常的外放 外放到那種 不要不要 然後我就試了很多種 不一樣的我不要 有的很害羞的我不要 我不要不要 還有很誇張的 就試了非常非常多種 各式各樣的韌性法 就在那天表演完了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中間有一種卡關的感覺 就是完蛋了 我為了拍一個廣告 我竟然沒有完蛋 挑戰了你的演技 就是有一種 我必須要滿足到 滿足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就一直嘗試一直嘗試 但我覺得最後的成果 是不是韌性的很可愛 如果大家認同的話 請掌聲鼓勵好嗎 我跟你說 這個是需要顏值 還有才情才能兼備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韌性起來 就會真的會沒有那麼好看 但你是韌性起來 還是會讓女生覺得說 好啦好啦幫你點Fu Panda 自己不打開Fu Panda 看了會願意幫我付錢 對啊 我想一下 你已經有那麼多的美食 進來 還有別人要幫你付錢 所以就是說其實在私底下的生活裡 你也會像廣告裡面這樣 就譬如說肚子餓啊 或是生氣的時候耍韌性嗎 沒有到這麼誇張啦 但就是 因為我慢慢的 譬如說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我們剛二十歲出頭 我們剛出社會 我們的確是比較渴難一點 有一股衝勁 想要靠自己的努力 有一番事業 那我今年三十幾歲 然後辛苦了入行大概十幾年 開始有自己的事業 也持續的很穩健的進去進步 那對我來說經濟上可能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當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生活之後 你就會想對自己好一點 對 那像以前我們吃東西 我們可能會想說 我想要吃 特別想要去吃什麼 但其實住在台北市區 那你其實要開著車 甚至說我自己的身份 你特別要去買那種排隊的小吃 其實很麻煩 你要去停車好 你吃一頓飯你要先停個車 然後才去吃 那如果那一家店又生意很好 你又未必吃得到 還要等 對 那現在有富便達之後 其實對我們住在市區的人 可能是非常方便 對 甚至是你不是住市區 其實富便達它涉及的區域非常的廣 那其實你只要點一點 而且一群人如果窩在家裡面 你要點東西也非常方便 是啊 所以那個肚子耳耍韌性的機會 就會變少了對不對 只是看說 到底是誰付錢 哈哈哈哈 所以最後再任性 再付錢的部分 而且現在可以現金耶 富便達一開始就有現金可以付 其實 你就可以回想 如果說你是一個高中生 像我們小時候高中的時候 通常點東西 大家都點得很清楚 可是你要付錢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湊 大家要把所有的零錢 用銅板開始湊 那其實你現在有現金的話 就是很方便 就不會 通常以前就會有個 譬如說家境比較好的同學 好啦我來付啦 之類的 可是現在不用 你有這種同學喔 怎麼那麼好啊 以前也有這種同學 好我來付啦 之類的 所以就是現在有富便達 就是大家要嘛現金 要嘛就直接 就是在網路上面有些人 就直接那個有錢一點的同學 就會把它付掉了對不對 所以就耍任性的時間呢 我們只要用在Full Panda上面就好了 那拍戲的時候呢 會不會也會想要就是 點一些飲料啊 就是請工作人員 因為有的時候拍戲 應該沒有辦法 太有其他的精力 然後去外面買東西吃 對不對 像 譬如說一般藝人會有助理嘛 那可是我是自己一個人 有時候 要請工作人喝飲料的時候 你可能我要自己跑去 飲料店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要40杯 通常我講出4050杯的時候 他們都會 臉歪掉 然後我說我是真的 對我要 你等一下就要幫我送到某個地址 然後我給他一個現場執行的電話 因為我可能那個時候會在拍戲 那其實現在就不需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對啊但是你好感人喔 什麼都會好感人 就是你整個很Sweet 你是整個本人去訂飲料 因為通常都是一通電話 拜託經紀人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一件事情可能就會變過去式 你就是Food Panda本人啊 因為你就是親自送到 親自點菜 親自送給大家耶 我覺得在生活當中 現在的生活 除了繁忙以外 除了科技也發達以外 人跟人的交流 再加上現在吃的東西也非常方便 我覺得只要生活的便利 其實你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做好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真的 那你就可以不用分心也不用特別跑 而且你還可以吃到就在你附近 或是你想要吃的東西 任何東西都有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心情就會變得很好 真的 太稱職了 掌聲鼓勵 我們的Food Panda 台灣區的首位代言人 那當然今天非常謝謝康兒跟我們分享很多關於代言Food Panda 那也希望你兩個月後可以趕快結束之後可以任性一點好不好 兩個月後我馬上 因為我明年也有一部片 我是希望 導演 應該會要增肥吧 對 我要增肥 人生為什麼總是會遇到這樣的角色呢 我覺得有時候 體重的上下 並不是 只是外型的改變 有時候是一個 更 尋找靠近角色 的 一種 他的狀態的一種過程 我便不知道我瘦了以後 我會不會把這個戲演好 也不知道胖了會不會演好 只是 在明年我可能這部戲大概十一月初結束之後 我大概有兩個半月的時間 我可以再把我的體重變得 你要增多少 抓個二十公斤 哇 但因為我現在比較瘦 所以二十公斤聽起來 感覺很多 但其實不過可能是八十幾 我覺得 可能比原本的正常體重再多個十公斤 我想要養一個肚子 沒問題 因為二十四小時你都可以打開肺 對就是 你半夜三點開始吃 吃了就睡 然後睡起來 富貝達點了就吃吃了就睡 對 沒錯就是這樣 所以就希望你之後再 不管是增肥啊 或者是減重的過程 都跟富貝達好好的當好朋友 這樣就可以了好不好 再一次謝謝康仁的分享 那我們請康仁呢 在舞台上面再多做一些合照 好不好 來我們用這個我們的道具 來拍一些可愛的照片 好 有需要再往前往右嗎 這樣可以齁 這個地方 好 我們先從中間開始 好 後面 左邊 左下 好 來我們看右邊的摄影大哥 拉點 中間 好 我們最右邊 好 再回到中間 還有哪一邊 有需要再補拍的 最左邊有高一對大哥